我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我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 我也坚决反对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识 时间回到1992年 当时为了解决两岸通油通商等事务性问题 台湾海集会和对岸的海协会跑去香港开会 这就是著名的香港会谈 我们所认知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我想这个文字上有共同的地方 但是意涵上有不同的理解 就不能成为所谓共识 但没有共识双方如何继续交流下去 于是西元2000年苏启创造了九二共识 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为精神 强调两岸各自争议务实协商 尽管北京不允许一个中国被解读为一中个表 但国民党减出来的九二共识 这个模糊空间 的确让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了一段时间 各界聚焦中华民国总统讲稿里消失的九二共识 会不会在国庆出现 我们会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 20多年来双方交流协商所累积形成的现状与成果 民进党担心踏入一中的陷阱 始终对于九二共识不愿意接受 而蔡英文执政两年多来 也对九二共识采取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一直到了习近平丢出了习五条 蔡英文终于找到了反击的空间和理由 习五条有四千字内容 提到的是海峡两岸投属一个中国 沟通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习近平后续论述时 又进一步提到一国两制的选项 要再讲九二共识了 因为这个名词已经被北京定义为一国两制 九合一地方选举被打趴的蔡英文 这时好像是了大帝文又活了回来 但调诡的是11月24号的选举结果 被解读是九二共识经济牌的胜利 那公共识明明将近九十万张选票投给我 也就是我得到最新的授权 所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下 我会发展未来 我所提出来的男男合作 短短一个多月 蔡政府用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重新凝聚台湾主体意识的名义 只是九二共识真的等于一国两制吗 第一次这个蔡英文刚当选总统的时候 他有谈到九二年的历史事实 但是呢现在也不谈了 现在变成一个什么中华民国台湾 但对于九二共识它的内涵是什么 它的历史价值意义跟框架是什么 完全不讨论 那在这种前提之下 两岸之间当然无法对话 无法对话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的困扰 为什么九二共识重要 也跟大家补充一些历史课程 其实在九二年香港会谈之前 两岸几乎是不往来的 你不要谈文化经贸都没有 可是那个时候两岸之间已经觉得 我们应该要放下一阶争端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交流 经济上的文化上都可以 可是却卡在两岸之间对于一个中国 到底谁拥有代表权这件事情 两边各自有自己的主张跟立场 中华民国我方认为那是中华民国才代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说哪有这件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代表中国 那怎么办呢两方卡在对于一个中国 到底是谁才是一个中国的状况之下 无法进行任何文化跟经贸上的讨论 结果最后在我们的提议之下 香港会谈之后虽然当时没有达成协议 可是后续的一份电报 那让彼此状况都认同了 一个中国的争议我们先搁置下来 我们都同时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但它到底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叫做中华民国 这个我们先放下来 我们各自口头表述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所以从那个时间点之后 两岸之间才有和缓的交流 所以在这点上就可以看得出 国民党跟民进党 甚至民众党的主张差异非常大 从民众党的角度来说 有看到他们谈到了这个 九二共事一中各表三十年前的词汇了 没有错 可是三十年前所发生的这个历史的事实 它奠定了这三十年来的两岸对话跟交流的基础 你们回过头去看 九二年如果没有香港会谈 如果没有讨论出一个中国各自口头表出不同的内涵 我们两岸之间到现在可能都没有交流 所以你认不认同两岸交流 你认同你认不认同中华民国宪法 你认同你认不认同两岸应该要和平不要打仗 如果这三项你都认同 我基本上认定你不反对九二共事 你承不承认知不是九二共事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像如果我刚刚讲这三项你们都打勾了 在我个人的九二共事检合表上面 你各位并不反对九二共事 只是要怎么论述那个九二共事 在现在的定义里面会不会讲着讲着讲歪了 就像以前大家有看过超级星期天吧 就第一个人然后讲一个通关命运 第二个第三个传到最后面目全非 可是那我们就要把它定义清楚 所以这次侯友宜他为了担心说 他比如讲了九二共事之后被曲解 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拿出了整体的三套件 说明清楚国民党的九二共事 是什么样的叫做九二共事 就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框架跟精神 基于我们希望两岸和平以及交流 那根据宪法没有人有意见吧 请问蔡英文今天之所以可以当总统 是根据什么 她可以选总统 中华民国宪法 请问你今天出国的时候你拿的是什么 中华民国护照 请问你现在身份证上面写的国籍是什么 是中华民国 所以当你认同中华民国 你认同这部宪法的时候 其实你不反对九二共事 但是呢问题是同时之间 我们也要面对台湾社会的大众说 你是不是太轻忠了 你是不是跟着中国大陆走 有些人会这么说嘛 那当然不是 因为呢一个中国 这个才是让我们有一个往前奋战的理由